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昂山素季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他的一生究竟走过了多少坎坷路 一 出身不凡的昂山素季昂山素季的父亲是昂山将军 是缅甸著名的独立军领袖 穷其一生都在为缅甸的富强而努力着 昂山素季与父亲一向 然而这样一位伟大的父亲 却并没有给昂山素季什么帮助 1947年 昂山素季的父亲遭到刺杀不幸身亡 当时的昂山素季年轻两岁 父亲就变成了昂山素季记忆当中的一个词汇 年少时期 昂山素季天资聪颖 学习成绩优异 虽然自己吃穿不愁 但他也见识了缅甸国民的疾苦 将一颗富强国家的种子 埋藏在了自己幼小的心灵当中 时间来到1960年 昂山素季的母亲被任命为缅甸驻印度大使 昂山素季在15岁那年 跟随自己的母亲来到了印度 昂山素季护照 在印度度过了三年学习生涯后 昂山素季去往了世界名校牛津大学 很快就获得了自己的学士学位 但是缅甸政府却在这个时期发生了巨变 众所周知 缅甸的军阵极其混乱 尤其是在上世纪60年代 政府内分为清西、西方和反西两派 昂山素季是在清西派执政时期去往的英国 但该派却火速垮台 反西派执政之后 昂山素季因为父母从政 并且自己还在英国留过学 所以根本没有机会回国 昂山素季照 从这时起 昂山素季就成为了一个浪子 心中对祖国思念万千 但却无处释放 整整在外漂泊了28年 才回到缅甸 在这28年间 昂山素季收获到了难得的真挚爱情 度过了生命当中最甜蜜的一段时光 不过 这段爱情也在时局的影响之下 逐渐变成了悲剧 二 昂山素季的爱情 昂山素季从牛津大学毕业之后 直接留在了校内 成为了一名老师 由于自身有着极为强硬的政治背景 昂山素季在两年之后 就被联合国秘书长提携 辗转纽约不丹等多个城市和国家 进行外交工作 在这期间 昂山素季认识了一个名叫迈克阿里斯的人 迈克是一个学富武车的英国学者 同时也是不丹王室的专属家庭教师 能力与学识都非常出众 昂山素季与丈夫双方碰面的第一眼 迈克就爱上了昂山素季 迈克本人非常喜欢西藏的文化 对于东方有真挚向往 昂山素季就好像是从他的研究当中走出的女子 让迈克爱得死去活来 很快 迈克就开始了对昂山素季的追求 昂山素季也对这个品行端庄 学识丰富的男子产生了爱恋的情愫 双方确定了恋爱关系 在这期间 两人经常对东方文化进行探讨 昂山素季也毫不避讳地 对迈克表述自己对缅甸的西纪 迈克知道昂山素季是缅甸政界高层之女 在未来有很大概率回归缅甸工作 昂山素季与迈克 但是 迈克并没有放弃 他已经认准昂山素季为自己的一生伴侣 两人在1972年正式订婚 对于昂山素季而言 做出这样的决定需要非常巨大的勇气 我们前文中也提到过 当时的缅甸政府是反对西方的 而迈克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英国人 昂山素季作为缅甸独立军领袖之女 怎么可以与西方男子结合呢 可以说 这段婚姻对双方而言都是挑战 但昂山素季面临的挑战显然更大一些 正是层面给予的压力 让这段爱情显得那么脆弱 那么不堪一击 昂山素季正因如此 迈克在1972年正式向昂山素季求婚的时候 昂山素季就向迈克提出了一个要求 倘若缅甸有一天需要他 昂山素季一定会选择回到故乡 不管迈克能不能接受 而迈克似乎也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 作为男友 他当然知道昂山素季的身份意味着什么 所以迈克也坚定地表示 倘若昂山素季要回归缅甸 自己绝对不会有任何阻拦 在这样的约定之下 两人于1972年正式结婚 昂山素季为了生活也加入了英国国籍 影视作品中的昂山素季虽然国籍已经发生改变 但是昂山素季对缅甸的关注却一点都没少 他借助发达的外国媒体 关注缅甸时局的变化 对当局的政治表现极其不满 在外界看来 昂山素季已经成为了一个全职太太 一直在伦敦过着隐蔽而平静的生活 但是昂山素季却在私下里与流亡在外的缅甸人士频繁接触 想要让缅甸发生真正的改变 当然昂山素季的丈夫迈克也知道妻子正在做什么 他对妻子的事业展现出了权力的支持 两人之间的感情非常好 共同孕育了两个孩子 昂山素季生活照 昂山素季就这样在家世与国事之间徘徊 既是一个母亲 又是一个反抗暴政的领袖 如此心力交瘁的日子 昂山素季过了整整15年 1988年 随着母亲在缅甸病危的消息传来 昂山素季意识到时机已经成熟 他决定借着探访母亲的理由重回缅甸 为国家的复兴贡献力量 然而 此时的缅甸依旧抵触西方 这就意味着昂山素季将放弃自己的丈夫和孩子 彻底远离自己的家庭 临别之前 他向自己的两个孩子撒了一个谎 说两个礼拜之后就回来 但当时的昂山素季却不知道 自己此生还能不能离开缅甸 因为在英国的这些年里 昂山素季一直致力于反抗缅甸 早就成为了政府的眼中钉肉中刺 昂山素季此次一别 生死难料 三 天人永隔的相比昂山素季 回到了阔别28年的故土 此时的缅甸非常贫弱 与欧洲的高水平生活完全不能相比 但是昂山素季却没有怨言 他对缅甸唯一感到不满的 就是缅甸的当局政府 当时的缅甸自我封闭 国内形势一片混乱 当局政府又不寻求国际援助 百姓名不聊生 昂山素季 在昂山素季回国的这段时间 缅甸爆发了一场反抗军示威活动 无数百姓跟随反抗军队伍 走上街头进行示威 缅甸政府毫不手软 直接对这些示威民众展开了一场大屠杀 先后有200多名平民 在这场民主运动当中遇难 整个缅甸被笼罩上了一层白色恐怖 一时间 反抗军的队伍当中 出现了让昂山素季带头领导的声音 昂山素季本就是开国独立将军之女 而且在海外 也积极为缅甸谋求切实利益 在当时的缅甸 没有比昂山素季 更适合领导这场运动的人了 演讲中的昂山素季 于是 昂山素季毅然决然地站了出来 他恢复了缅甸国籍 从一个妻子和母亲 变成了领导人民斗争的斗士 1988年8月26日 瑞德贡大金塔西门外广场 聚集了将近100万缅甸群众 昂山素季在群众的簇拥之下 走上了演讲台 发表了一篇极其具有煽动性的演讲 后来 人们经常将昂山素季的这次演讲 与马丁路德经的 《我有一个梦想》相提并论 昂山素季成为了缅甸政府的头号反对者 以一个无产者的形象 成功在缅甸掀起了一阵狂风暴雨 缅甸当局政府为了镇压昂山素季 散发出了要刺杀他的消息 但昂山素季却丝毫没有退让 虽然他只是一个身材单薄的女子 但内心却比无数人都要强硬 在国家政府的重压之下 昂山素季还是建立起了缅甸全国民主联盟 成为了全面最大的反对党领袖 昂山素季在缅甸全国民主联盟 但胳膊总归拧不过大腿 缅甸政府很快就对昂山素季采取了行动 但政府军肯定不敢真的刺杀昂山素季 毕竟昂山素季现在的政治身份相当不一般 弄不好会引发全国性暴乱 于是缅甸政府将昂山素季进行了软禁 并且给他本人提出条件 只要离开缅甸 就不再对昂山素季进行软禁 这意味着昂山素季迎来了机会 回归自己的家庭和海外生活的机会 他不必再留在缅甸继续做艰苦斗争 而是可以享受安稳的生活 昂山素季但昂山素季拒绝了 在他的婚姻开始之前 他就与丈夫有过约定 一旦缅甸需要 昂山素季就会毫不犹豫地投身于缅甸的事业 最终 昂山素季遭到了三次软禁 缅甸政府迫于压力 也只能减轻对内的压迫 缅甸人民的生活在昂山素季的影响之下 有着切实的改善 1991年 昂山素季荣获诺贝尔和平奖 但此时的他还在被软禁 领奖的是昂山素季的大儿子 昂山素季将所有130万美元的奖金 全都交付给了信托机构 用来支持缅甸教育与医疗事业的发展 昂山素季补领诺贝尔和平奖 1995年 昂山素季终于被释放 但他却没有离开缅甸 因为这本身就是当局政府 给昂山素季设下的圈套 一旦昂山素季离开 那他就再也没有机会回归缅甸 昂山素季做出了选择 他留在缅甸继续向民众传达进步思想 做出这个选择后 昂山素季再一次遭到软禁 1999年迈克身患前列腺癌 生命危在旦夕 临终前的最后一个愿望 就是想要再见一眼昂山素季 但是缅甸当局却连续拒签了迈克十几次 反而允许昂山素季去往英国 对迈克进行照料 昂山素季放弃了家庭 显然他们想让昂山素季离开缅甸 即便丈夫生命危在旦夕 但昂山素季依旧驻扎在了自己的祖国 迈克去世了 10年53岁 我们不知道昂山素季对这样的消息做何感想 但是在13年后 昂山素季曾经返回牛津大学 亲自去往丈夫长眠的地方进行了调宴 4.昂山素季失去明星 昂山素季一直过着被关押 被释放 在被关押的生活 直到2010年 他才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由 2011年 缅甸总统修改了政党注册法 主动向昂山素季和他的全国民主联盟示好 昂山素季终于能够用自己的方式为缅甸铺路了 饱受错拥的昂山素季 2015年 缅甸联邦大选展开了投票 昂山素季以886席收获了绝对的胜利 要知道整个大选也不过才1150个一席 昂山素季成为了史上第一任缅甸国务资政 同时在缅甸外交部教育部等四个部门担任部长 成为了缅甸政府的门面人物 但是拥有实权之后 昂山素季就似乎变了 他不再事无巨细地关注和平与抗争 整个人似乎被按下了精英键 2019年 缅甸军方和缅甸罗辛亚人发生冲突 罗辛亚人惨遭种群清洗 只能逃亡孟加拉国等邻国避难 罗辛亚难民影响如此巨大的事件在缅甸发生 但昂山素季却并没有对政府军提出任何谴责和反对 反而在联合国的国际法庭上声称缅甸政府无罪 在这之后昂山素季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